不一定有趣 但这里足够精彩 纽约邮报记者布莱恩 刘易斯最新报道 开文 杜兰特正在催促篮网队管理层尽快完成交易 如果9月份新赛季训练营开始的时候还没完成交易 杜兰特可能不会去篮网队训练营报道 篮网队总经理肖恩 马克思告诉李克 克莱曼 杜兰特的交易短期内无法完成 可能要拖到下个赛季训练营开始后 甚至更久 布莱恩 刘易斯证实 篮网队有足够耐心等待更好的交易报价出现 他们也愿意等 篮网队在交易谈判中保持强势 拒绝了太阳队 猛龙队和凯尔特人队的报价 太阳队的方案没有引起篮网队的兴趣 猛龙队不送出四颗地 巴恩斯也拿不出有吸引力的报价 最新卷入到杜兰特交易中的凯尔特人队提出的交易方案 也被篮网队拒绝 当新赛季训练营开始的时候 杜兰特和凯里 欧文都可能会出现在球队名单上 布兰 刘易斯说道 篮网队管理层不会屈服于杜兰特 欧文的要求 也不会屈服于那些在杜兰特交易中 不愿意给出丰厚筹码的球队 篮网队有底气这样做 杜兰特四年1.95亿美元的合同才进入第一年 老板蔡崇信的态度也坚定 没有足够的筹码绝不会送出杜兰特 杜兰特通过他的生意伙伴和篮网队管理层交流 双方最新对话中提出要求 在训练营开始前将他交易去指定的球队 一刻 克莱曼表示 9月28日训练营开始后 杜兰特还留在布鲁克林 他预计不会去篮网队训练营报道 一旦杜兰特拒绝去训练营报道 篮网队将不可避免出现更加混乱的局面 就像上赛季版 西蒙斯和76人队之间那样的糟糕情况 一刻 克莱曼告诉记者 这是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杜兰特正在进一步向篮网队管理层施压 甚至通过不打比赛的方式 强迫篮网队快速完成交易 自从杜兰特提出交易申请已经接近一个月 篮网队在交易谈判中表现得并不积极 2019年夏天篮网队给杜兰特四年1.64亿美元的合同 此后球队主教练人选 交易 球员签约都按照杜兰特的意思进行 并在詹姆斯 哈登的交易中掏空了未来资产 未来两个月或者更长的时间 篮网队管理层和杜兰特之间的博弈会越来越激烈 毫无疑问 杜兰特和篮网队之间正在进行一场胆小鬼游戏 布莱恩 刘易斯说道 篮网队将充分利用这个过程进行讨价还价 为未来积攒足够多的舰队资产 以及一个可以期待的全明星球员 对杜兰特来说 无论最终交易到哪支球队 他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才能得到结果 李克 克莱曼表示 杜兰特要求篮网队在训练营开始前完成交易 他希望在新球队经历一个完整的赛季位夺冠做准备 杜兰特的等待 耐心也有限 不排除采取本 西蒙斯和76人队那样的办法逼供篮网队 但是蔡重信的态度更强硬 交易方案不满以坚决不交易走杜兰特 即便杜兰特用西蒙斯的方式逼供 也不会让步 此前 迈阿密先驱报记者Barry Jackson报道称 热货对杜兰特依旧很感兴趣 但篮网队热货的报价并不满意 热货因此暂时退出杜兰特的交易竞争 计划以目前的阵容进入新赛季 此前 热货提交的报价已落锐 西罗以及首轮签为主体 但篮网期望热货将阿德巴耶加入交易清单中 但热货并不愿意这么做 但是 就在今日 美媒NBA分析网报道 热货与篮网再次就布兰特的交易有了尝试性探索 而双方此次的交易谈判不仅仅涉及杜兰特 更是涉及了篮网的另外一名新星西蒙斯 根据联盟的规则 指定新秀合同一对只能有一个 阿德巴约和西蒙斯都签过 所以不能同时出现在篮网 而一旦西蒙斯和杜兰特都去了热货 问题也会迎刃而解 这笔交易的具体交易方案如下 热货送出阿德巴约 洛瑞 泰勒西罗 2023年 2027年 2029年首轮签 以及2028年首轮签互换权 篮网送出杜兰特 本西蒙斯 那么 这笔交易实现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对于热货而言 这笔交易无疑是稳赚不亏的 洛瑞在热货的表现并不能让莱莉满意 而西罗在防守也存在一些的问题 一旦他的三分受限 西罗给热货争贯提供的帮助并不大 而杜兰特 西蒙斯的加盟 直接将热货的实力提升一个等级 杜兰特能打无球 终结能力是联盟顶级的存在 而西蒙斯又具备出色的组织和防守能力 西蒙斯和杜兰特都具备四号位的身高 他们能弥补阿德巴越离开带来的高度不足 而西蒙斯的换防能力更是进一步升级热货的防守体系 综合来说 热货能在攻防两侧得以升级 对于蓝网而言 阿德巴越和西罗能作为重建基石 他的身高为2米08 臂展高达2米20 属于身体素质劲爆 力量强悍的风险 阿德巴越能在内线轻松要到位置 然后选择直接攻篮 防守端 他也并不惧怕错位对上对方的外线球员 在禁区内 阿德巴越凭借出色的运动能力保证 他成为一名稳定的篮筐守护者 如果阿德巴越提升攻击区域 同时在处理球上进一步升级 进而成为进攻的发起点乃至过渡点 他就能成为和字母哥一样的球星 西罗的投射能力极强 尽管防守上被人诟病 但是他有望效仿库里 用极致的进攻去弥补防守端的天赋不足 由于热货已经交易走了2025年首轮签 那么他们的2024年 2026年首轮签将不能用于交易 而热货送给篮网的2027年 2029年首轮签 未来的价值可能非常大 毕竟那个时期的热货可能进入新一轮的重建期 尽管如此 篮网仍显得略亏 毕竟西蒙斯是篮网用哈登交易来的球员 尽管他一个赛季没打球 且此前存在被伤 但是篮网如果想要送走西蒙斯 正确的做法是将其放进交易市场 探一探西蒙斯的交易价值 当然 如果热货想要促成交易 可以在交易中送走多个次轮签 以吉斯特鲁斯 新秀约为奇 克利夫兰老实人报记者克里斯 费多最新报道 胡人队很难在像2020年那样竞争总冠军 勒布朗 詹姆斯正在严肃考虑2023年夏天回到骑士队 而骑士队管理层也在为詹姆斯提供 1亿美元续约合同做准备 迎接他回来带领四名年轻有天赋的球员 冲击总冠军 詹姆斯在认真考虑第三次穿上骑士队球衣 在克利夫兰结束职业生涯 克里斯 费多透露 胡人队管理层应该密切关注骑士队 今年夏天的签约 交易 骑士队正在为2023年夏天 清理出足够多的薪资空间做准备 迎接詹姆斯回到骑士队 福克斯体育记者克里斯 布洛萨德也证实了克里斯 费多的消息 胡人队的情况很不理想 未来两年很难赢得总冠军 詹姆斯不愿意继续耗下去 他的职业生涯时间所剩不多 安东尼 戴维斯今年29岁了 职业生涯伤病不断 维斯布鲁克很难交易出去 胡人队也很难用他换到更好的球员 胡人队明年夏天会有很多薪资空间 詹姆斯在等待 观望 克里斯 费多说道 詹姆斯在那之后才会做出决定 现在种种迹象表明 詹姆斯倾向于回到骑士队 这是他拒绝胡人队需约合同的原因 回到骑士队会有更好的夺冠机会 也是结束职业生涯最好的方式 如果詹姆斯决定回到克利夫兰 大家都不会感到意外 毕竟那是他的家乡 是他职业生涯开始的地方 克里斯 布罗萨德说道 骑士队现在的情况很好 他们有很多不错的年轻球员 骑士队现在的情况不一样 尤其和詹姆斯上一次回骑士队的时候完全不一样 詹姆斯只需要回去就能拥有非常好的夺冠机会 尽管年轻球员不欢迎詹姆斯回骑士队 然而骑士队管理层正在为詹姆斯重回克利夫兰做准备 最关键的一个时间点是8月4日 那是詹姆斯续约胡人队最早时间点 克里斯 费多说道 骑士队很多续约都因为詹姆斯的合同而搁置 如果詹姆斯续约胡人队 骑士队就会马上续约球队另外两名球员 如果詹姆斯最终拒绝了胡人队的续约合同 骑士队也会放弃续约克林 赛克斯顿和卡里斯 勒维尔 同时交易掉切笛 奥斯曼 凯文 勒福2895万美元的合同和勒维尔 1880万美元的合同都将在明年下签到期 赛克斯顿的续约也一直没有推进 这一切都与詹姆斯回骑士队有关 只要骑士队放弃这些续约计划 2023年夏天就能为詹姆斯提供一份两年大约1亿美元的合同 回到骑士队拥有最好夺冠机会 詹姆斯非常清楚这一点 埃文 莫布利 贾勒特 阿伦 达里厄斯 加兰和老李 马尔卡宁的阵容具备了竞争力 这四名年轻球员正需要詹姆斯带领他们打进总决赛 竞争总冠军 好了 今天的精彩内容就先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 订阅 我是砍球员 咱们下期再见